國宴名廚黃錦榮 把國宴變簡單 在家也能做喔 黃錦榮師傅 是國宴級的主廚 但是聽說跟姿佑之前就認識對不對 其實因為我常去 黃師傅的餐廳吃飯 而且黃師傅家的佛跳牆 是我每年一定會訂的 年菜必須的 因為他們家都是很傳統的台菜 然後他們家我每次去他就會 不要這樣嘛 就會有一些私廚的料理給我 我就會吃到金錢蝦餅 然後就吃到現在已經很多餐廳 做不出來的那個 牛肌蕾肉 牛肌蕾肉 九家菜 九家菜 對 超級到位的 還有他們家的醉雞 你知道每年過年都買了四五隻 唉唷 我們家人口這麼多 一人吃一隻啊 我跟你講 因為我跟我兒子 就是兩隻 然後就會飽了 然後他們家醉雞超香 超好吃的 講得我們越來越期待的感覺 很想看主廚的料理 對啊 主廚 來 馬上點吃很工夫對不對 這道菜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邊準備的紅蟳 它要先經過炸的動作 然後再把這些蔬菜料下去拌炒 接著再把炸過的紅蟳 還有蔬菜料下去做結合 過油的時候它必須要沾點粉 對 它才保持這個紅蟳 它的水分才不會怎麼樣呢 不會跑出去 不會流失掉 這個粉是什麼粉啊 這是地瓜粉 對 地瓜粉 那其他粉可以嗎 地瓜粉它比較有 可以保水度 讓這個 如果你算麵粉 它很容易就糊掉了 那這個動作呢 我可能需要有人幫我 幫忙一下 幫我那個勺子 對 勺子 對 對 對 因為家裡如果你要過油的時候 千萬不要 沾口就直接丟進去 是很危險 會有油爆 因為裡面都是水分 聽到危險 我們很自然就會燒油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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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來賓就是這個 來賓就交給硬勁了 這道菜其實 它其實算九家菜之後 它也是國燕菜 但亮哥 我問一個 你知道什麼是桂花嗎 什麼是桂花 因為我剛剛看了半天 沒有看到桂花 這桂花 其實就是蛋 這是蛋的 對 我們待會兒會做一個動作 要把它炒得像蛋一樣的感覺 這個時候就慢慢地 把它放進來了 就不要動它 好 炒出來 對 對 這個確實比較不會 對 對 是不是這個油溫是要高的嗎 這油溫大概160度久 就可以了 我覺得廚師好厲害 都看這樣就知道 那個大概幾度 對 對 對 怎麼看得出來 因為我們是有一個賭博心態 我們是相信沒有人 會把手下去拿來適合 所以 幾度就你自己說了算了 算了 換你什麼事 其實不要那樣 有一種叫溫度計 對 可以 溫度計就可以 一般國燕級的廚師 不需要再用到溫度計了 對 比較有聽 這邊要把這些蔬菜料 要依序地來把它炒 先把它炒相 依序是看自己的心情嗎 還是說有什麼 它有順序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洋蔥它是根莖類 它比較難炒得熟 所以洋蔥要先下去 對 洋蔥先下 對 洋蔥先下 稍微給它拌炒一下 待會兒要炒出洋蔥 它該有的甜味 對 好 可以 再來洋蔥 有點變透明狀的時候就是 青椒 青椒 對 青椒就要下去了 因為在根莖類的食材 它必須要有一點油脂 它的香味才會出來 對 而且現在師傅 它的油溫其實沒有很高 原因就是因為 它要把它水分炒出來 原味才會釋放 因為它是根莖類的東西 那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師傅 那個海鮮這樣炸 炸到那個肉會不會縮起來 會不會炸太久 會變柴柴 所以這個時候 姿佑姐她講的問題很棒 我就準備可以撈出來了 對 剛好 所以你眼睛很清楚 你就知道差不多要撈出來了 你只有怕等一下肉縮去了 縮去了 所以它那個肉都已經保持在 那個地瓜粉把它沾住 所以這是師傅 它前面會沾地瓜粉的原因 沒有流水 還可以讓它保持形狀 因為你想它如果水分流失 它就開始縮 對 就沒有肉 對 沒有肉 然後彈性也不夠 所以你要先沾粉 這跟人的皮膚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打 水分如果流失也會縮 就縮掉了 蔬菜它只要用一個簡單的 鹽巴調味就好了 它沒有別的 對 剛剛只有一點點油在裡面 對 有鹽巴 它的甜味就出來了 這裡有準備一個蛋 蛋應該是要把它打散對不對 對 這裡要打散 但是蛋裡面要加一個調味 就是古早味 要醬油 醬油 醬油 醬油準備好了 然後這個 先純的醬油 對 這個蛋裡面 我們在古早味在做蛋料理 阿嬤的味道都是加 一湯匙 一湯匙就好了 如果你加鹽巴 或者是加其他的調味粉 在裡面 它第一個就是攪不開 所以炒油這樣子下去 味道就很棒了 對 因為它算是液體 水分 所以它可以讓它打得更順一點 這邊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就是把剛才炒好的蔬菜 放進去 對 師傅的那邊 這個不就黏在一起了嗎 沒錯 這個就是一個 國宴菜的一個技巧 是喔 對 我以為我們師傅 吃火鍋的時候 才會把肉拿去沾一些蛋 對啊 蔬菜也是可以 蔬菜也可以 對 師傅 很多人不知道 你把蛋倒進去裡面 對 這個食材它不會混在一起了 蔬菜出來外面攪拌一下 對 所以師傅這樣做 就是要讓蛋液扒在蔬菜上面 蔬菜上面 對 對 你才可以吃到蛋跟蔬菜的結合 那胡椒粉這時候再加 這個時候才加胡椒粉 對 加一點胡椒粉 因為菜它有一點 就是說氣力 你用胡椒粉提香 好 那螃蟹準備好了 這時候要做一個結合的動作 我這邊有四顆蛋 它油大概差不多一大匙就夠了 也不用太多 然後這時候溫度 稍微可以讓它稍微高一點點 我們就是用一個滑蛋的模式 來做這個菜色 好 蛋液一下 對 馬上就可以下了 可以... 對 好 然後快速的這樣子 去滑草 為什麼要叫桂花 就是說我們在中餐來講 在烹調過程當中 它有很多用以形取這個菜園 對 對 以它的形狀 形狀 對 或者是 像什麼就往那個方向去發揮 去想像 對 去取名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桂花 桂花它是本身 它的花是小小的黃色一朵 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炒到 讓它有點像顆粒狀的感覺 那現在是... 現在是滑蛋而已 對 滑蛋的 你看 整個是不是很漂亮 這個時候就把 剛剛在好的紅蟳 把它整個要結合在一起了 對... 好 然後再來 快速的把它整個翻炒在一起 就是說火沒有很大 火候也是很重要的 對 其實這道菜 我很建議可以在家裡做 因為其實在家裡做 你看我今天也是用家庭的瓦斯爐 其實可以做出一個 國宴的一個菜色的感覺 剛剛師傅說的 桂花就是一粒一粒的 但像剛剛師傅 蛋液一倒進去 它就開始攪拌 是 那如果你太晚攪拌 它會變一片一片的 它其實就不像桂花了 你要快速的攪拌 然後讓它變一粒一粒的 所以你火候不用太大 你就慢慢的去攪 我繼續攪 它就會變一粒一粒的 比較想要知道 怎麼樣去分辨這個螃蟹 怎麼樣去看它好了沒 熟了沒 或是會不會過度烹調 其實海鮮類它必須就是 在短時間然後溫度高 然後它去整個去熟化 所以說紅蟳來講的話 以這大小 我們大概差不多一分鐘就要起來了 因為它還要做二次烹調 對 那如果蝦子怎麼樣去分辨它好了沒 變紅色啦 對 變紅色之外 它整個就是會 捲起來嗎 這樣 捲起來 不對 對 我們家麵全品 一二三四五 他說他看得到就好了 我以為 他這是在開玩笑 不然他不敢在金牌廚 是麵全這樣講 你都很認真在聽 對 沒想到我根本就擺一粒 我以為蝦子有另外一個料理 可以看出它熟了嗎 我撲哏撲很久呢 好啦 有沒有覺得一個 有蛋香味就出來了 要 對 那這個時候就是把它整個起鍋 還要擺盤 對 稍微擺一下 因為國宴等級的還是要有它的 在家裡吃還是要有一點點儀式感 是 兩隻腳還是要有在才行 要 腳不在也不行 而且那個殼最後還給它蓋回去 對 沒有想到在家也可以簡單一點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要讓它的味道更香更好吃 我這裡還有準備一個炸過的蛋酥 蛋酥 增加那個口感嗎 增加 增加香氣 有時間的關係 所以先把這個蛋酥準備好了 對 其實這蛋酥就是 就像剛剛廚佛講的就是 這個要用炸的 用炸的 炸這個蛋酥 它的香味會更有不同的口感 那我可以問一下嗎 炸這個蛋酥的時候是先 炸海鮮之前 還是炸完海鮮之後的油可以炸 蛋酥它要用乾淨的油 所以要鹹炸 最好是鮮 其實蛋酥我沒有說要用炸的 不然呢 我是說它要寫在那個詞的最下面 為什麼呢 因為PS嘛 就誰來最下面 蛋酥 蛋酥 是 很多事情都有蛋酥 所以 雨天備案 對 它現在玩諧音梗 我個人覺得那個鹹子 可能你要可不可以夾它的耳朵 我覺得夾它耳朵很比較好吃 是 我們義大利品牌呢 應該要夾在那邊吧 常來就習慣的 常來就習慣的 對 我要聽半天 就完成了這一道 芙蓉 桂花 芳蓉 桂花